企鹅它不是鹅,而是一种鸟类 早在六千万年前,它们就进化成不会飞的鸟类 但总有一些憨憨,想要尝试一下 结果,自己多重心里没点数嘛,还学人家飞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企鹅好像只生活在南极 它们都长一个样子,请记好安全带 接下来将是一场企鹅盛宴 作为一种最具特色的鸟类 它们依靠逆天的适应能力,征服了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 森林,沙漠,南极,甚至是城市 它们各具特点,有各自的本领 看到这片森林,你一定不会联想到企鹅 但这里却是企鹅的发源地 林地中间生活着一种企鹅,叫四岛黄梅企鹅 它们走在林间小道上,这里本没有路 企鹅走得多了,也变成了路 但在林间生活会有一个问题 身上总是沾满泥板,不但影响形象 甚至会因此丢掉小命 在海里,企鹅的羽毛发挥着防水和保温的作用 泥板会影响这些功能,可能会被冻死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们建造了一个澡堂 每天要花三个小时洗澡,比女人还能洗 然后用尾巴下方分泌的油脂涂在羽毛周围 形成一个防水层,机能保温又很光滑 嗯?这不就是我们用的沐浴露吗? 原来不只是男人爱澡堂,企鹅也爱啊 在这个荣云岛上,也生活着一种企鹅 家导还企鹅 他们是企鹅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 这里位于赤道附近,天气炎热 乍看起来,环境严酷恶劣 但他们早已适应,没事在熔岩下面避避鼠 顺便生生孩子 这里天气虽热,但海水冰冷 食物丰富,而且没有天敌 所以他们生活得很好 企鹅父母都是很尽职的 而最能体现这点的,非跳岩企鹅莫属 爸爸看家带娃,妈妈捕鱼养家 但捕食过程,异常艰难 前有惊涛骇浪,后有海事天敌 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只有那些幸运的企鹅才能踩在安全结实的地面上 然后一路蹦跳回家 等了这么久,宝宝终于能吃上东西了 老公心疼的给媳妇按摩锤背 接下来的两个月 这些充满奉献精神的父母会尽全力保证宝宝能够存活 爸爸饿着肚子保护孩子 妈妈冒着风险下海捕食 有同样奉献精神的,还有南极的地企鹅 他们是企鹅家族中体型最大的 亲友鸟是唯一出生在东晋南极州的企鹅后代 也是我认为最萌的企鹅宝宝 他们躲在父亲的育儿袋里 以此来抵御寒冷 那些超重的除外 都这么胖了,还要啥自行车 等再大些 他们就可以勾肩搭背 玩耍嬉戏 折腾够了 躺在爸爸肚子上睡一觉 第二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最会造窝的企鹅 每一块石头都精挑细选 这些石头就是他们的金钱 甚至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有些不要脸的隔壁老王 不惜龙为盗贼 疯狂的盗取邻居家的石头 然后装作啥事没有 等他回来一看 怎么少了一个 可恶 难道是幻觉吗 老王每次都能以迅雷不计掩耳之势 奔到别人地盘叼走一枚 他们就是阿德利企鹅 尼石流般的存在 黑色干净的魔性 除了一个小小的白眼圈之外 再没有别的装饰元素 每年要跋涉一万三千公里 来这里盖房生娃 老公负责盖房 老婆负责享受成果 他们已经九个月没见 小别胜新婚 也会像人类一样 轻轻抱抱 举高高 在一个火山岛上 生活着帽带企鹅 出了名的摇摆步伐 走起路来六亲不认 这种步伐非常节能 堪称新能源 每一步的最后 都会积蓄能量 我们人类每走一步 可以回收65%的能量 他们能达到80% 所以他们可以走得更远更久 企鹅的生存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们喜欢扎堆 他们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鸟类种群之一 皇家企鹅数量众多 有干架优势 红宝企鹅是混合群众 可以和别人住在一起 很好相处 长眉企鹅是所有企鹅中 数量最庞大的成员 白眉企鹅是企鹅家族中 游泳最快的成员 时速可达35公里 下潜可达200米 憋气长达7分钟 如果企鹅有奥运会 他们可以包揽所有游泳项目的奖牌 海豚式的跳跃可以迷惑天敌 但在陆地上 他们就失去了优势 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的企鹅 不同于生活在乡下的其他表情 他们生活在城市里 出于生计 经常被迫营业 摆各种pose 供人们拍照 他们就是宫女企鹅 这只慈企鹅住在别人家的后花园里 对面就是喧闹的街道 但他似乎很享受 他在等老伴回家 出差的老伴刚刚动神 跳过台阶走上街道 此时正出于交通高峰起 为了安全 他们结伴通行 然而忙乱的交通 让他们走散了 老伴只能等等再回家了 等夜幕降临 他们才开始动身 摇摇晃晃的穿过街道 但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终于他回到家了 回家晚了 老婆似乎有些生气 但女人嘛 哄哄就没事了 另一边的王企鹅 正在进行一次关键的换装 但必须要穿过血盆大口 可能还带着口臭的海湿裙 他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成功穿过之后 改头换面的工作 就开始了 一切从脑痒开始 自己拔自己毛 不知道疼不疼 脱掉树千根羽毛 既麻烦又费时 硬生生从秋天 脱到了冬天 但凡有个替毛鸡 也不至于这么久 但漫长的一个月后 他们就有了完美的形象 就像过年穿的新棉袄 重新焕发光彩 他们回到大海 迎接新的一年 数百万年来 其而演化成这样一种 海陆两栖的鸟类 他们是超凡的父母 征服了森林 荒漠和城市 然而人类的生活方式 正改变着整个地球 一些企鹅 艰难的适应着新变化 世界上最小的小蓝企鹅 因为猫和狐狸的引入 让它们面临灭绝 而最近 栖息地丧尸和外来猎食者 让它们的数量 大幅减少 生活在荒漠里的南美企鹅 一记就有六成的幼鸟死亡 原因是 喂养幼鸟的鱼类 被过度捕捞 得不到最有营养的食物 幼鸟就无法生存 很有可能在我们了解它之前 就已经灭绝 就连最具代表性的地企鹅 也遇到了麻烦 下个世纪 可能有20%的地企鹅 由海滨减少而消失 企鹅家族 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 但赶不上世界变化的速度 它们如此可爱 如此了不起 希望人类 不要再继续破坏 它们的生存空间 给这个神奇的家族 留些生存的机会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